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大批女孩未知倾倒 扎贝宁作为央视名罪 她年薪1100万岁高却只能垫底 5.谢娜 作为快乐大本营主持人之一 她活着快乐的主持风格 早已深入民心 身为芒果台原老级主持人 薪酬绝对不会低了 年收入大约1410万元 而且还有一个疼爱自己的老公 还生了一对双胞胎 堪称人生赢家了 4.陈璐玉 她也是国内著名的女主持 2002年凤凰台专门为她打造了访谈内的节目 而后被许多人关注并熟知 鲁玉年薪大约有1800万元 3.孟非 2010年1月15日起主持《非诚勿扰》 节目播出后受到广泛关注 据说孟非的年薪大概是在1820万左右 如此工资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可以算是很高 这也足以证明孟非在主持界的地位 2.汪涵是湖南台的台主之一 他主持的千天向上 也是湖南台的王牌节目 年薪2140万左右 汪涵最初从最底层的场空做起 杂物 灯光 音控 摄影 现场到脸上当社组 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 从获得了今天的成绩一 和9是湖南电视台的台主子 主持快乐大本营 到现在已经有20年之久了 除此外还推出个人手之单曲《只字花开》 指导的电影《处女座》《只字花开》也票房很高 同时也在电视台里担任着几个职务 据说工资已经3000万了 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及了 看了这么多 你最喜欢哪位主持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